今天下午 打拐题材的影片《亲爱的小孩》宣布杀青了 而片名呢 也正式更改为《亲爱的》 据说啊 在这部电影里 赵薇的新造型连同组的演员都觉得很吃惊 我们去看看 电影《亲爱的小孩》历经两个月的拍摄 今天正式杀青 并更名为《亲爱的》 并当9月26号上映 对于改名原因 主创们都表示 相比之前的片名 新的名字更简单好记 并贴近影片本质 确实我是导演提出来的 然后我们觉得这个名字更加的大气吧 因为虽然这个戏原来叫《亲爱的小孩》 但是小孩的戏份绝对没有我们大人重 是我们大人在演的更多 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大人们唱不绝 赵薇在片中牺牲形象 变身一位历尽沧桑的农村母亲 对于甘愿伴丑 几位同组演员都表示 开始颇为吃惊 他试妆的时候我就看见了 他们有照片我看见了 黄渤在片中也饰演一个丢失了孩子的父亲 此番和赵薇首度合作可谓期待已久 不过机缘巧合 二人却鲜有对手戏 一开始你觉得老天爷会是公平的 到后来一发现其实老天爷不是太公平 其实为什么老天爷会把一个人 不会给一个人如此的卖貌 又给了他的才华 然后这次又认识到了他的演技 所以你就觉得老天爷还是不公平的 我只是想把这种不满倾诉给他听 当他的师姐这么多年 看他在荧幕上各种赤煞风云 就是一直没有机会能够合作 好不然我们这次合作上了以后 一番剧本就大惊失色 居然没有对手性我们俩 然后后来终于就是说 陈门兴导演觉得 我们应该加一场戏 我非常非常欣赏 跟喜欢我跟我的就是演戏的交流 跟你告白以后 咱俩两人之间也一样 哎呀我也是我也是 好吧谢谢师姐 据悉该片将于9月26号上映 征战今年十一档 北京台报道 在电影里面呢 赵薇他可以自己扮丑 但是我们平常人呢 还是希望照片 还是把自己照得更漂亮一些 感谢